讲过这么一个故事 看明白你就离成功不远了 你是砍柴的 它是放羊的 你和他聊了一天 他的羊吃饱了 你的柴呢 砍柴的赔不起放羊的 其放弃你的无效社交 你是砍柴的 它是放羊的 你和他聊了一天 于是你学会了放羊技巧 原来羊是这么放的 他学会了砍柴技能 原来柴要这样砍 三人行必有我师 永远保持空杯的状态 你是砍柴的 它是放羊的 你和他聊了一天 他决定把他的羊跟你的柴交换 于是你有了羊 他也有了柴 等价交换 不要看不起任何人 天生我才必有用 你是砍柴的 它是放羊的 你和他聊了一天 他把它买羊的客户介绍给了你 你把你买柴的客户介绍给了他 于是你们各自的生意越做越大 资源整合很重要 你是砍柴的 它是放羊的 你和他聊了一天 你们决定合作 一起开一个烤全羊的店 你的柴烤出来的羊很美味 它的羊纯天然的 几年后 你们的公司上市了 各自身家上千万 没有完美的个人 只有完美的团队 其实面对同一件事情 心态不一样 结果会完全不一样 你认同吗 认同的关注点赞